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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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剛 其實我之前的工作 蠻常跑大陸的 那滑稅也是我客戶之一 那但是呢 我之前有聽過說 在大陸可以 叫那個服務生叫小姐 可是呢 我去大陸的時候 去餐廳點餐的時候 有大陸同事和我去 那他們我發覺他們也是叫小姐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用語我們可能覺得不禮貌 但是其實當地也是可以 那是一個小插曲分享一下 感覺說 好像他們也不是那麼機會什麼的 OK 那剛剛聽到大家自我介紹 那很多人講到 夢想這東西那有些人想要 創業那有些人 是在 當公關 後來也是自己出來想要創業 那有些人在什麼 U.S. School 雖然我不知道U.S. School是什麼 自己還可以教一下 那現在想要跟大家 談 夢想這東西 請問一下說 大家小時候 小時候 第一個作文題目我想 老師應該是叫我們寫說 我們人生 將來長大想要做什麼 那我想問一下說 各位小時候這個作文題目 大家是 是說自己想要做什麼 那個 那個 你小時候做文題目想要做什麼 科學家 科學家 OK 那 那也齊好了 當老師 當老師 嗯 那 那個U.S. School這一位是 藝貞 當老師 Franc呢 Franc 空少 我覺得你現在還是可以 還有機會 對 那25歲嘛 第25歲 趕快去幫你 好像蠻確認的 OK 那 好 那現在事隔十幾二十幾年之後呢 呃 想問一下說 現在大家的夢想還是一樣嗎 呃 丹怡你還是一樣嗎 差不多 還是一樣 兩個人家 那 哪一期呢 不是 不是 那現場有沒有人 夢想跟小時候是不一樣的 請舉個手 OK 我想 我想 再過五六年可能大家夢想越來越不一樣 呃 那 現在呢 呃 譬如說 很多人夢想是想要創業好 OK 那 現在 有統計說 像醫生好了 像台灣醫生 呃 台灣醫生越來越少 就是去 一些大醫院 那 做一些 就是去大醫院服務越來越少 那 他們都比較想要出來自己職業啊 開診所 那現在 呃 也越來越多人 像 我之前算是 算是科技業 也是算工程師啊 那 那時候工程師 呃 很多人出來自己 呃 就是開咖啡廳 像我們那個 我們家附近的block 一個block 裡面就有十幾家咖啡廳 然後每次下午去都還蠻多人這樣 那 呃 各位想要 假如以後想要創業 你們覺得說 學校 教我們東西夠 夠不夠呢 各位覺得夠嗎 不夠 我想 很多人應該越來越有這種題目了 那 我想要 講一下 就是學校呢 他們是保障我們說 以後不要失業就好 他們只是 做個最低限度去保障 但是以後 呃 像我還有各位想要創業 的話 其實 呃 學校教的 其實是永遠不夠 對 呃 我想要講一下 接下來是講到 那這方面就會講到 T型人才這種東西 OK 什麼是T型人才呢 今天不管是想要上班 或是創業 其實都一樣的 呃 像 中間這個直槓 其實是 是我們專業的深度 那想說 專業的深度 其實是 其實我們學校教我們 已經很多了 那 那這個 橫槓的其實是 廣度 就是你的知識的廣度 那 現在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 講到你們要提升知識的廣度的話 現在可以經過哪些途徑 欸 那個 前客戶 網路是不是 那還有別的嗎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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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線影是比較傳統的 都上圖書館 OK 那 剛剛說一個很大的重點 其實就是網路 OK 那 現在 我剛剛聽到說 大家蠻多是經由那個 Tocera 對不對 Cosera這個網站 Cosera裡面這個網站 其實 的確 他很多免費的開放式課程 很多知識 那 但是 Cosera他們 你知道 Cosera 去上課 玩課率 有多少嗎 就是 他們上完 很多學生去上課 結束一個課程 玩課率有多少 大家猜一下 低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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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只有10% 因為Cosera網站 真的是 他這些網站時間 面臨一個人性的考驗 就是說 人是有惰性的 那求知欲 跟惰性 會做一個拉扯 最後是惰性勝利 所以只有10% 那 我和我朋友 在從事 做這個試驗 我們是了解到說 呃 開放式課程 其實有他的 一個難處 OK 那我們是做的是 跟 學位比較有關的 就是說 你修完課程呢 不只是說 你有個證書 你還有機會 拿到這個學位 那 假如 那我問一下各位說 呃 假如今天大家修完課 可以拿到學位 有這個學位可以 呃 對自己將來有幫助 你們覺得這樣好不好 我想應該沒有人說不好 有學位有什麼不拿吧不拿 不拿 那這就是我們做的事情 欸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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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 我是 白大奶的Kelvin 那我這邊分享一下 我們的 我們現在做的東西 他是一個 線上教育平台 那 當然 有免費 很多免費開放式課程 那當然 要 要 拿碩士學位的話 或是類似一些證書的話 也可以經由這個平台去去拿 那 呃 我現在再跟各位分享一下一個課程 那我其實 我一看你就知道說 會來交點這邊的學生跟 跟在外面的學生多少會有點不一樣 因為來這邊其實 大家都想要認識人嘛 那 多交朋友啊 基本上 都比較 比較 可以說是比較一些 懂得創新的一些 然後想要套離舒適圈的一些 台灣未來的人才 OK 那我今天分享一個課程是 他是那個 呃 這個課程是那個 賓州州立大學的 創意課程 那其實創意 和創新 他可以是 他可以經由學習 然後去 去 呃 成長的 所以我分享這個課程給大家 那 大家有機會的話 會去Google一下 Facebook一下 我們有粉絲頁 那他可以 我介紹這個平台 給大家 利用一下 OK 那謝謝各位 我是百大麥的Calvi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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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